今天和我婆婆 静静彪彪 我们来山上找这个笋子 还有百合 我帮回家 那有了 那有百合了 有一颗 现在长出来这么大了 到时候它会开花 看下 哦 看一下 就这样子的野生的百合啊 静静看着知道 到这个茄菜就不想走了 这里很好的 因为这个山被烧过了嘛 就特别嫩 够了下来了 慢点 静静发现了两颗百合 看一下 好好挖 哇 你看竹头都脱了 哇哇哇 好大 好大一颗 哇 这颗好大 静静 你弄碎了 我妈妈弄手 给它扣出来 弄碎了呀 哇 捡起来呀 捡起来 不要拉了 拉就破碎了 叫拿拿袋子来 拿袋子来装 对吗 你们有没有吃这个野白盒 哎呦 很烤 嗯 很烤很烤的 很烤 哎呀 放哪了 很烤 好吃 有对吗 对吗 还好吃 哈哈哈 有点苦啊 看一下 一片一片的 嗯 竹笋没有 在这个洁菜拿回家炒吃 看好多的 好嫩啊 让我不要跟他拦在下面 静静和我上来 打洁菜 好嫩啊 嗯 嗯 嗯 看下菌菌啊 哇塞这么多 快拿来放着 等一下拿到下面去 用袋子装去 哇塞 哇塞 这么多 你都这么小 我 我用那把小的 镰刀呢 嗯 傻帅 镰刀在那 这里发现了三颗这个黄金 我们叫的叫羊姜 看 好脆一根啊 我把这个挖看一下 它这个根有多大 拿回家煲汤 男人吃了是最好的啊 带小孩子也可以吃 营养比较好 看他这个根 哇 在石头里面 把这个树根弄回去 慢慢地挖 哇塞 这个大 这个大 都是大的 因为以前这里没烧的话 这个山豪就是好多树 人家没看到 不然的话都被挖走 这可能有几年了吧 这个一截是 一年才长一截的 好大一根 看到没 这个好大呀 还有呢 再挖 再挖上面那个 这是第二口 这一口比刚才的还要大 哇 这一口好多根 哇 这一根 看到没有 我这一截一截的 今天运气非常的好啊 找到了三根 这个黄金 而且是这种是大的 有一种很小的 发财了 我婆婆就前年拿到两颗 比这个还要大 有三斤了 一颗就有三斤 我这个还算小的 这里的结菜太好了 摘的都不想回去 要把它全部摘完了 拿回家腌制也可以 做酸结菜 今天的摘比我还多 你要超过我 用手吗 等一下把它倒了 看一下 在哪呢 这么像一个 像什么了 以为很大的 这一颗最后很大 看那些苏霞还没那些大小鼠 可以拿回家给你 把新饭吃 拿这个根绳子 看来 去拿一根绳子 我给你绑去 那个也可以吧 看一下 那个我给你绑了 哇塞 这家弄了好多茄菜 把它绑起来 给你背 背起 哎 快来哦 看姑姑 摘了好多茄菜哦 嗯 这回快断了 再拿一个绳子来绑 太多了 太多了 够吃了啊 嗯 够吃5千 抱歉 从那边走 从那边去 我拿这个 我拿这个 哇你才没挖百合呢 这个 百合怎么拿 放袋子里面吧 百合 你挖这三个百合 哇塞 走呀宝宝 你挖什么 走了 回去了 慢点 慢点 走 走这边 不是走那边 走这边 往奶奶那边走 快点 往奶奶那边走 我们回家喽 回家喽 走 走 哎呀 哎呦 哎呦 哇 不要不要飞给我拿 飞要给我拿起 你看他走路了走不稳 收一下 狗根 狗根 狗根不是狗根 好不好收一下 今天的收获 黄金三棵 还有这个 结菜 还有 拿这个狗根 还有这个狗根 拿回家做药材的 现在走回家了 看一下 收获了一袋 伯伯 叫什么 哥哥呢 哥哥这拿去啦 来了 回去了 咯 咯